如果让你连续30天不睡觉会怎么样 真实情况绝对不止猝死那么简单 首先来做个调查 你最多几天不睡觉呢 当你一天不睡觉 这个时候并不会让你感到什么不适 一天不睡觉不光不会觉得难受 你甚至还会觉得很精神很兴奋 就像真正的夜猫子一样 享受不睡觉的快感 这是你身体的多巴胺在发挥作用 可是这种兴奋并不会一直存在 当你两天不睡觉 你会发现自己反应变迟钝了 拿着手机找手机 有人叫你的名字好像也听不见 想打游戏手速也变慢了 出门可能会穿错衣服 如果你连续5天不睡觉 你的身体控制能力都丧失了 情绪也不会受你控制 当然如果你打算当个狠人 又连续几天不睡觉 那恭喜你 你很快就会出现严重的脑损伤 大脑中的脑脊髓液会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给大脑清理垃圾 如果你不睡觉 你大脑里的有害物质会越来越多 你甚至开始出现记忆衰退 你以为就这样吗 失忆的同时 你可能会出现各种幻觉 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甚至会让你产生自己是超人的错觉 然后做出从楼顶一跃而下的可怕举动 当你连续10天不睡觉 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动的速度 异常快 像有人拿铁锤在锤你的胸口 这个时候一个普通的感冒都能让你原地死亡 很快你就会死于心脏病发作 不过美国曾出现过一个真实实验 一个小伙儿坚持了264个小时 零12分钟不睡觉 也就是11天12分钟 并且他还活下来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最多可以几天不睡觉呢 1963年 美国一名叫做兰迪·加德诺的17岁男生 秉持着不知道什么是年少轻狂 只知道胜者为王的态度 宣布进行一场剥夺睡眠实验 想做世界上最长时间不睡觉的人 实验开始前 兰迪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他的身体状态优良 并且精神饱满 然后实验开始了 一开始兰迪非常兴奋 17岁的年纪 他觉得自己熬个半个月一个月不成问题 前几天的实验没什么异常 兰迪每天都喝许多提神饮料 并且积极参加活动 来分散自己想睡觉的欲望 到了第七天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兰迪开始变得狂躁 甚至攻击力也变强了 他疯狂对身边的人进行语言攻击 甚至动了手 很明显 他的行为和情绪已经不被自己支配了 一到晚上 兰迪就用冰水洗脸 喝超高浓度的咖啡 让自己不睡觉 到了第九天 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光了 甚至连眼珠都不会动一下 面色苍白的像一具火死人 身体枯搞 头发从浓密变得稀疏 他已经撑不下去了 他的肢体不受控制的颤抖 心脏要爆炸一样 他现在只想睡觉 可是实验人员告诉兰迪 让他吃下一款抗分药 再坚持几天 就这样 兰迪被注射了抗分药物 他好像出现回光反照一样 精神状态比之前好多了 能正常的吃饭玩耍 可是就在两天后 兰迪体验到了比之前痛苦的感觉 然后一头栽倒在地 昏死了过去 整整睡了12个小时之后 才醒过来 万幸的是 因为年纪轻身体好 兰迪的身体没什么大损伤 他的睡眠剥夺实验 就这样进行了11天 然而 俄罗斯曾做过一个 更可怕的30天睡眠剥夺实验 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这是一张30天不睡觉人的照片 据说在1940年代末期 苏联做过大量的恐怖人体实验 睡眠剥夺实验也是其中之一 在那个战争年代 士兵的作战速度十分重要 苏联希望士兵能更快的参与到战争中 于是提取了提神的毒气 看看人可以多久不睡觉 他们先拿五位不知情的政治犯下手 将他们关在一处隐蔽的实验房间内 房间内充斥着用来提神的毒气 还有充足的食物 甚至还准备了书籍 给他们打发时间 但实验房间是封闭的 只有一个麦克风能和外面联系 实验刚开始的时候 五个人都很冷静 甚至还能在房间内谈笑风生 精神十足 完全不想睡觉 到了实验后的一个星期 五个政治犯开始出现异常了 他们不再坐着交谈 也不吃东西 不断在房间内跑来跑去 到了第十天 其中一个人彻底发狂了 想要逃离这个房间 剩下四个人的举动也十分怪异 他们用排泄物将书籍的纸张 贴满了玻璃墙 不留一丝缝隙 墙外的研究人员 根本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 而且房间内陷入了可怕的安静 两个星期后 麦克风里还是什么声音都没有 研究人员都慌了 第二天 他们赶紧终止实验 排掉了所有的毒气 送入新鲜空气 可是房间内的人开始骚动 恐怖的叫喊着 不要氧气 要毒气 当特种部队打开房间后 发现其中一人死掉了 内脏都不见了 剩下的四人 变成了力大无穷的怪物 特种兵费了很大劲 才把他们制服 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了 睡眠的重要性 但后来 这个实验被证实 是怪谈传说 并不是真实的 尽管如此 大家还是要重视自己的睡眠 好睡眠是好身体的根本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跟大家一起分享